如果让咱们用有花棒画这个大白菜 你会怎么去画呢 或是这样子去画吗 找出了形态 然后随便画一下 是吧 我们接下来就不是这样画的 看似复杂 但是没有那么难的 我们拿出82年的牙签 把这个纹理给它画一下 这个叶脉 往往很多人想不到 要用银色去画它的梗 它透着一种淡淡的那种灰色 可以让白菜看起来更加有质感 这会儿我们要用的是柠檬花 随便在上面油搓几下 淡淡的 然后呢我们就用黄绿色 继续叠加一层 随便捣一下 然后抖动一下手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没有固定的形状 最后我们拿棕色画下它的根 这样子画出了大白菜是不是更香呢